新年一史,自由灯塔报编在其网站上,发表了一篇,号称是中共中央的绝密文件,各路挺郭人员纷纷转载以混淆大众识听。 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,这篇所谓的中央文件,依旧是假的。 自由灯塔报表面上还是一家,普通的境外媒体,其实它乃是与郭文贵同流合污,浪费为坚之辈,多次传播谣言,恶意炒作为境外主流媒体所不齿,该报于2017年不止一次的。